微信收款10点 这一份多两碗 一份 你也太实诚了 哎呀 你太心照片了 哎呀 这个看ятьkmale cheg situación えー 比较高 affordable 来来来 快点 这是好东西 菜头是啥菜的 我们在商楼的 这是山里面的牛皮姜干 我给你把咱们握起来 可以 菜头还好吃 菜头还好吃 你要辣子不 咱们这堆不那一百多钱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虎三兄弟 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了陕西西安 来感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间烟火器 今天来的这个集市叫 东苍门早市 它位于西安市的碑林区 是西安本地人最喜爱的早市之一 东苍门也是西安的一条老街 位于和平门西北方向 北街马场子 南通南城墙下马林 在古代 这里有两座贵族人的粮仓 一个叫静路仓 一个叫永丰仓 而静路仓也叫东苍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街道 东苍门便由此而来 而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演变 这里现在成了老百姓的自由市场 上线还能扣的吗 这个不钱钱任何东西 七块一给七块就行了 说 我们在商务的 这是山里面的牛皮香肝 今天头一钱到这 主要让大家尝尝卖的便宜 九块钱一斤 今天卖六块钱一斤 看这是五香的我给大家切一点可以尝尝 赏鲜黑龙口的 香吧 撒了没 没出来 牛皮香肝也叫五香牛皮豆腐肝 它的制作工序非常繁琐 要经过磨浆 煮沸 凝固 压榨 再用五香油反复涂刷 直到表皮颜色为油亮的茶色 这种豆腐肝形似牛皮 豆香味十足 唇香可口 要说这西安的早市上 哪里最热的 自然是这早餐的摊点上网 现在是早晨的七点半 正是人们吃早餐的高峰期 这炸的金黄的油条 脆香诱人 再配上一碗豆浆或者豆腐脑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西安被称作是中国的碳水之都 各种美食数不胜数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凉皮肉夹馍之外 在这早餐的摊位上 还有着菜团和菜卷 特别这菜团的用料和做法 就十分独特 把新鲜的青菜煮熟脱水 调味捏团 然后再上笼蒸熟 这种菜团营养丰富 菜香味浓郁 清爽美味 作为早餐来吃最为适合 这菜团和菜卷一个卖2.5元 这一个多少钱呢 2块 2块 这是胡辣汤是吧 辣汤 我知道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拉来的 羊脸 哦 羊脸 4.5元就能买一斤红皮葡萄 陕西羊陵位于关中平原腹地 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 物产丰富 每年这里出产着大量的粮食 特别这里的各类水果 数量非常之多 品质口碑也是相当好 而羊陵距离西安不足100公里 所以到达西安的水果自然是既新鲜又便宜 西安人爱吃牛羊肉 所以在市场里 牛羊肉的摊位也很多 这些牛肉都是当天现在现杀的新鲜牛肉 做牛肉泡馍 红烧牛肉 这些都是上好的食材 三十元一斤还是比较实惠 老板的鸡架 老板这鸡架怎么卖 吃吃吃 你一份多少钱呢 十块 十块钱 先吃 微信收看十点 这一份多量吗 一份 你也太实诚了 哎呀 我也要一份吧 来了 狗的 随便吃随便长 你不亏本了啊 没有啥 我家就在这呢 我就这巷子人 说西安人实诚 还真实诚 卖鸡架的大哥实在可爱 一份十元的鸡架 给的这辆实在太足了 这样的生意人 谁能不喜欢呢 来的客人先免费吃 先尝后买 打双冰 把它给打底下 行 有啥好不好呢 要带汤不带 带汤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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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味儿 免费肠 那边牙脚 你也如吃 我妈也可以吃 帮不馅了 多少钱一半 十个元 十块钱 五百一半你来吃 来了 再吃吃 好绿豆饼啊 在市场里 我对这骑着小车 卖小吃的摊位 有特别的好感 每次看到小车上的小吃 都要多看两眼 有了流动的生意 不同的叫卖声 这市场就看着生气勃勃 这家现烤的绿豆糕 十五元一盒 有十个比 一斤多小和十块 哦 要荷尔卖 要大小荷尾 一块两块两块三块 一块一块两块三块 早就听说 这陕西榆林的黑豆豆腐 今日终于得见了 这黑豆豆腐 是陕西榆林的经典传统小吃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它是用优质的黑豆 磨至加工而成 有着独特的口感 和迷人的香味 制作它的工序也十分繁多 要经过抗晒 脱水 浸泡 磨浆 过滤 煮浆 扁浆 压制 八道工序才能做成 每一道工序都要细致入微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白嫩细腻 口味独特 营养丰富 相传当年康熙皇帝巡视民间的时候 就品尝了这陕西榆林的 黑豆豆腐 皇帝吃完之后赞不绝口 当场做诗一首 清香白玉板 红嘴绿鹰歌 从此 这鱼林的黑豆豆腐便闻名全国 如今在这市场里 4.5元就能买上一斤 光蜡蛋 拍两千 其凉 来 开 排 消费 又见着宫廷酥牛肉饼 五元钱就能吃上一个 西安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它的人文美式文化也是远远流长 一个看似简单的牛肉饼 它的做法就来自距今1400年前的唐朝 相传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 很多朝廷里的御用厨师便流落民间 这些厨艺高超的厨师 把皇家牛肉饼的做法 也带到了长安的坊间 很短的时间内 这种牛肉饼的做法就不进而走 从此 长安城中一种叫宫廷酥牛肉饼的小吃 就流行开来 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变迁 如今在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 随处可见这牛肉饼的摊点 这种牛肉饼外酥里嫩 葱花的香味和牛肉的香味完美结合 咬上一口美味可口 唇齿留香 普通的牛肉饼一个五元 加了煎蛋的卖七元 有的地方还有改良的做法 个头更大 卖八元一个 十四 十四 那你听 再几个 咬下 老婆又夺盖点油 一块钱一把 一块钱一把 我们的饺子馅 包起来就十分方便了 这种加了葱花姜末的肉馅15元一斤 饺子是中国人喜欢的美食 饺子馅的口味调制方法也很多 但大多离不开这肉末 葱花和姜末 中国的市场里也是无奇不永 手工剁制的肉末 切好的葱花姜末 买的时候合理搭配 这位家护家包饺子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选择也很多 有猪肉的 牛羊肉的 也有鸡肉的 待回家中按照自己口味添加佐料 搅拌均匀即可 一块一块 萝卜面吧 这是好东西 不是这两个东西 买几个买个 一个 铁莫要不 铁莫要不要 铁莫要不要 你哪想回帮我这操一操 大概这一个多少钱了 10块5 10块5 在西安的早市上 除了各种地方特色小吃外 这水果绝对是主角 种类多 数量大 有长江以南的 也有秦岭以北的 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感谢这个信息畅通 交通发达的世界 让这些来自大江南北 五湖四海的水果美味汇聚到这市场里 新疆的哈蜜瓜 宁夏的沙枣 云南的蜜菊 甘肃的洪富士苹果 四川的果冬城 山东的雪梨 陕西本地的迷糊桃 海南的火龙果等等 都能从这市场上看得到 而且价格普遍比较实惠 大多已经在三元到五元之间 五元入客 多价 多价啊 欢迎收款六点 三个又 走 走 看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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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我咒一瓶辣椒啊 我打扰你 这里边现磨着呢 对 这都是多少钱的呢 21斤 21斤啊 二十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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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我这门金高 这就是西安有名的小吃郑高 又叫金高 这个软糯的甜食在西安非常流行 每一个市场里都能看得见 郑高是西安关中地区 近南地区的传统风味小吃 是用糯米 红枣 红豆 葡萄干等食品蒸制而成 口味软糯香甜 回味无穷 郑是古代的一种蒸汽 相当于现在的蒸笼 郑高就是在这种郑气上蒸熟的 所以郑高便由此得名 当然在西安本地 大家习惯叫它金高 在早市上这种金高一份卖四元 也有大份的卖六元 来自陕西临团的火柿子 已经完全熟透了 五元能买一斤 这是产自甘肃静营的红富市 还有这甘肃添水的花牛苹果 一斤卖六元 陕西甘肃一带盛产苹果 由于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特别甘肃地区相对海拔较高 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非常适合苹果的生长 这里产出的苹果个头油润 糖分饱满 口味也是相当脆甜 这白菜一块一块一块钱 这花吧一块五 马上一块几个 一块二这个 这是三块四 对三块四毛钱 拿一块三块福 再一个把一块一块 用叶子拨一下哦 哦得不干净 拨一下 盒子拨一下 这是少的 不少 呢 不少 的话 过来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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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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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包裹了 把这烧去 还有一个南瓜的 是 刷菜的旧菜 拿两个旧菜的一个刷菜 土豆 你要南瓜的跟 南瓜的 南瓜的土豆 你要 这个土豆的拿两个旧菜 一点旧菜的土豆 看 咱们这都是一块五吗 一张 一块五 一块五 一块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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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拍一个你炸盒子的 拍吧 你炸盒子 拍一块 拍一块 回去收卡 翻起来 这 这 韩菜盒啥子 这 韩菜盒 这 韩菜盒 这 韩菜盒 馅烙的菜盒一个卖四元 大个的包子一个一点五元 在这早市上漫步 到处都是美食的诱惑 这种菜盒一般都是韩菜粉条的 也有用茴香做馅的 走在这大煎锅的跟前 这种滋滋冒游的场景 总是刺激着人的味蕾 让人忘却所有的烦恼 吃上一个一定会让人整天精神饱满 来 把粥子挤到这儿 来 把粥子挤到这儿 稍等一下 我们来吃 干嘴 削了皮的干蔗一袋子卖十元 不削皮的话一整根也卖十元 这是陕西蒲城的苏梨 十元能买三斤 和甘肃一带的冬果梨比较相似 这种梨子味道甘甜 在甘燥的北方 这苏梨很受欢迎 它有润肺降噪止咳的作用 新鲜的蔬菜有些还沾着露水 本地人都知道 上早市买菜是最划算的 种类多价格还便宜 像这些蔬菜 价格一般都在一斤两元到三元之间 有些菜比如连白只卖一元 甚至大白菜有的只卖五毛钱一斤 拿两块两把三块 这有三种都好 拿两把三块 拿两把 拿两把 不干 手都好 好 下锅菜一把两块两把三块 香味儿香油 这大瓶一块多少钱呢 大瓶二十 大瓶二十啊 小瓶二十块 大瓶二十块 大瓶芝麻酱 对 对 你这边是现磨的 现磨的 你这做走音吗还是做调查 我来做 我们看一下这个摊位 基本是辣椒的专区 各种品种的青红椒让人赏心悦目 我数了一下足足十二个品种 有现椒 笼椒 朝天椒 尖椒 青椒 虎皮椒 还有甜椒 海椒 魔鬼椒 真的是应有进影 这些不同口味的辣椒 价格基本是一斤两元到六元之间 就是外盐 九块六九块五 三块干嘛 五块两块一块 就是四块 外盐 一斤 一斤 七斤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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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做法是在煎饼里卷入土豆丝 酱料的口味有不同 当然顾客是可以提要求的 可以放辣酱 也可以放甜酱 还有的地方改良在里面加入奶酪和鸡柳 口味多有不同 这样的煎饼一个买四元 真是朴实的生意人 这二百五十克是半斤嘛 三百克它就是 这个差五千米 这个差五千米 差五千米 你放心 咱这是长期 长期买的 不是说来两天不来了 或者是油脂堆 红薯品相不错 一斤一点五元 黄地干十元三斤 随便挑随便选 咱这卖的都是回头货 皮薄多汁的爱愿 补动成四元一斤 红薯的猕猴桃一斤五元 松花便淡十元九 酱牛肉一斤卖五十五元 与其他人 现在人们原来越喜欢这桶鸡蛋 放养鸡蛋 也山鸡蛋 味道更加纯正一些 这种鸡蛋按盘来卖 一盘25元30个鸡蛋 我拿四根 四根吧 这个 这个 一块五 五三一二十 五一块五来 来张红 我帮我买了 大部分泡了 一块五一天 原來都是我們吃麥克蔔 一 二 二 一 小白 一 二 三小白 一 二 小白 一 二 小白 一 三 小白 一 二 五 小白 一 大白 一 二 三 小白 一 大白 一 二 小白 一 二 小白 一 三 小白 酒盘1.5元 酒盘9.7元 我照个人家豆芽 这多少 豆芽是一家 我还要做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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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 3万 3万 我还要做豆芽 他都吃了 我都吃了 辣椒最不辣肉 这多少钱 这个3块钱 这3块钱 你够吃的不 3块钱的 你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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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块 是你够 你这萝卜是1斤1元 还是1钩1元 是萝卜 1斤 3块钱 3块 3块 2块钱 2斤 几十块 7元 这个的花骨 来到这里 香菇咱们 香菇10块钱 干花骨 10块钱 香菇 这个的花骨 来到这里 调好的 干花骨 干的萌萌的 在这东苍门早市上 看到了好几家 这种装袋卖的 馒头和锅盔 还有花卷和荷叶饼 现在人的生活节奏 比较快 自己做馍又很费时间 这不同口味的馍馍 带回家中就很方便 这一袋是多少钱呢 这一袋是多少钱呢 这一袋是多少钱 你买这个不如就要人家看一个 我这就吃它了 再给我这个你不做 没啥 这肥肠是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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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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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市的末尾 各种蔬菜又降价了 西兰花一元一个 搁了两个五元 修膊 伸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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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沙挑 这两年全国各地的猪肉价格都在低位 这五花肉一斤十元 排骨十一元一斤 卖豆卖豆 卖豆 哎 五花 这一元少款 没有少款的 一块一 一块一 这五花肉 这个五块 五块五 这个一块一 高店了 快点 快点 花点钱一辆 西藏花点钱一辆 早晨的九点早适就要结束 会有管理人员督促大家收摊 收摊的生意 翻瓜一块钱三个 便宜啊 拿一块三个 那也挺好的 那四个 快点 我拿过来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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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一块 我找你五块 大哥的大葱咋卖 六块一块 六块钱一块 六块钱一控制 八斤 八斤 小核桃 这核桃咋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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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核桃咋卖了 谢谢 两块钱一斤 你烧过来了吗 那核桃咋卖了 那核桃咋卖了 这个辣 红红的不辣 那个不辣 还有哪个 再给我找一个 有钱一斤吗 一斤两块 二斤三块 二斤三块 你买了 这核桃咋卖了 又是一家街头大包子 热气腾腾 香味扑鼻 一块五一个 一块五包子 香味扑鼻 香味扑鼻 山西大麻花 十元一斤 最爱的吃 脑壁有点好吃 您一杯 鲨鱼肉 好 我猜破了 猜破了 这种豆腐脑和胡辣汤混合的吃法 朋友们吃过吗 可以尝试一下 这一份卖五元 谢谢收看 三卷 两个油条